哎 找到了一个好像火山地区的感觉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嘎 今天要来继续挖洞啊 阿嘎中间呢又花了一点点时间 把可以提升的科技呢 大多都已经升级到不能够再升了 当中呢绿色的钥匙呢也找到了三个 但是呢偏偏我还依然通不了关啊 而且呢还有部分的科技呢 一直都找不到他的图纸 那阿嘎呢就巡视了一下 哎突然想起来 我好像除了之前突发奇想 去稍微探索过之外呢 后期我们都好像 还没有往下面去探索过啊 那我们今天呢就出发 来往他下面挖挖看好了 好那我们就一开始就先往下出发 我们升级过的蜘蛛呢 现在爬的好快啊 然后感觉他越来越像一只蜘蛛了 然后我们现在 现在的方向就是我想说呢就尽量 就是尽量快为主 就是我们把 路上有有找得到的一些 就是直接看得到有矿物的 我们就先挖掉 然后呢我们就尽量往深处出去出发 就尽量把那个矿洞里面的 那个设计图啊 就是那个图纸找到了 找到然后我们就撤退了 然后中途如果看到有东西 我们就挖一下 因为我感觉啊 这游戏里面其实我们很多 就是很多那个稀有矿物 我们都不缺的 我们缺的呢就只有那种蓝色的矿物 然后前面我们已经挖到了一个 先挖到了一个设计图纸了 我们先往回走一走啊 然后阿嘎想起来阿嘎还有一个 就是就是拿到了一个 测量仪 我们先来看看啊 先看看我们拿到什么图纸 发现一个超速传动 然后现在我们每60秒按这个 shift键可以加速一小段时间 然后还有我们试试看啊 现在 4按钮可以有深度计了 然后现在他会显示这个矿井有多大 还有异常有多少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 一个的意思不知道算不算 算我前面拿到拿到的一个了 那要不我们这里我们就挖干净一点 好了 我们先到处走一本 先尝试一下 因为阿嘎也是第一次用 还不熟 如果知道就是他 他他已经算上的话 那我们就下一次就可以 可以找到之后就撤了 那我感觉这这边这个矿井那么大 应该里面还有东西的吧 嗯没了 哎哎这里这里就是这种地形了 这里应该有货哦 有啊有啊应该有啊 而且现在就是前面的头几波敌人 我们也不用担心 有了找到一个巨大的洞 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图纸给了我一个啊 头件的弩啊 这种我觉得用起来就一般 我就不太喜欢用 那就先放着吧 好了敌人来了 虽然我们很缓慢的移动速度 很缓慢的移动出去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有一个护盾啊 敌人应该 刚开始没几个敌人 应该打不破我们的盾了吧 我们慢慢的出去也ok 他攻不进来的 好然后阿嘎前面还升级了一些东西哦 就是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把敌人踩过去就ok了 现在攻击力高了 直接踩过去杀的很快了 连大只的敌人我们都不用担心 阿嘎现在连那些大只的敌人 也是直接踩着过就好 阿对了前面拿了一些矿物啊 然后我们先升级一下 呃我先升级他的那个 掉落资源好了 然后后面我们再去 再挖一下再提升他的挖掘速度 哎慢着又忘记了先探索探索一下 哎这里面没有异常 没有异常的话 那我就拿点蓝色的矿物 然后就准备走了吧 所以既然他都说里面没东西了 那我们就 就今天就木球要要快 就快就完了 快看我们的蜘蛛多快 哎然后走着走着 已经到那个云层了吗 有玩偶跟他刚刚讲过 就是到云层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大波的敌人啊 大波敌人比较难打一点 先来看看有没有东西 哎里面有一个异常 先起来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踩过去 把这种敌人踩死 然后小只的敌人我们就把他垫死 我们主要打的就是这种大只 会生小孩的敌人就ok了 还剩下他 ok 刚开始时候啊 阿嘎连这样子一波都打不过 这里有一个异常 那就是有一个图纸了 那我们就赶快躲过去 然后我们就尽量往深的挖就好了 哎 找到了又找到了一张图纸了 是什么呢 哦 地震发射发生器 以蜘蛛为中心制造一个震荡波 缓慢破坏小范围之内的方块 然后蜘蛛连接到矿井时候才会才会生效 那后面我们应该有了这个之后呢 应该可以挖掘速度就快了很多啊 那那就测了 因为我们已经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升级一下 我就先升级一下 这个挖掘的效率好了 没按错了 好全输前进 哎又找到了一个矿洞 然后这里有一个异常 那我们继续 哇这一是一个新款的矿洞哦 对这这一种这一种矿 我前面好像没怎么见到过 然后感觉这里好像比较难挖一点 阿嘎有点想说就 是不是要认真挖一下 哎找到了就是阿嘎前面啊 一直说没有找到蓝色矿物啊 原来是要往下面出发才能找得到啊 难怪阿嘎前面在上面挖那么久 一直挖挖挖挖 都没有挖到那种蓝色的矿物 然后有了他之后呢 就就好升级很多了 就前面前面总是因为啊 刚开始是卡那个绿色的矿物 然后后期呢就卡这个蓝色的矿物 然后这里找到了 找到了一切就好办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努力找那个异常出来啊 就是找那个设计图啊 是这里了吧 是这种是这种地形啦 那我想要挖快一点 因为我感觉敌人好像快到了 来哇有点圆吗 这个 然后那边好像有一个 是高达的头都头部吗 哈哈哈 哎发是发现一个炸弹投折器 然后这一种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武器啊 打敌人超级快 然后现在先赶路回去 先赶路回去啊 吸不了 吸不了就算了 现在打敌人 差不多了 哎看错了 我要继续挖矿 先升级一下前面拿到了 嗯 那先拿这一个吧 那其实这里的异常我们已经找到了 我们来看一看啊 哦就是那个异常是 就算挖到了他还是会显示就是他还在那 那我们就多挖多挖一点然后就测了吧 我们就找一些比较好找的 因为我今天是想说看看 我看往下走会找到一些什么东西啊 我主要就是来找图纸的 设计图 那今天升级有点慢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认真的把一个矿 挖完了然后再出发 那今天我们走的比较快 所以很多升级都还没有生好 先来看一看好了 二十五啊还差四颗 今天升级挺慢 然后我们距离已经走了那么远 诶是这很快 慢着我还没看他里面有多少个那个 图纸哎有一个好非常好 那我们就出发去找那个图纸好了 异常啊我们又去找异常 异常在哪里来 哎就是这一颗了 好了找到了就算了 好 ok 那就这样吧 发现了炸弹 然后每90秒可以生成一个炸弹 然后帮忙就是有了他 那我们可以挖矿会快一点 是用来炸炸炸矿的 把那个那个矿物炸开 然后 一会可以先升级这个速度 或者是这一个都 ok 好 那往下一个出发 今天行程好紧透 哎这里又有一个 那我这次就先带上我们的炸弹 哦 他就炸这里 然后他的威力很低 敌人来了 然后正好这边好像也没东西 一会再找 先升级一下他的移动速度好了 还是说先升这个 先升移动速度好了 往下方挖一下 哎有了找到了 他总是给我这一种东西 然后他就带在身上不好拿 还是说先带回去好了 发现这个防御炮塔 那阿嘎通常都不会用这个防御炮塔 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 就是你你会浪费了一点资源 因为他他他 他见了在那边 然后我们很少会在同步 再往那边走吗 哎又来了 哎找到了一个好像火山地区的感觉 他被打死了 然后我们先用移动 然后把那些难打的敌人先杀掉 然后这里好像有这种大只的敌人 那我们先用这个炮弹把它杀 还是这个吧 啊不对用错了 用错武器了 这一个才对 刚刚那个是弓箭 弓箭不好用 这个炮弹比较好用 还有呢还有敌人呢 这里 ok 搞定了 速度真的挺快的 我还没有看这里有多少个异常哦 那我先把东西挖回去 然后再看好了 可以找到了又找到了一张图纸 果然往下走是正确的 然后找到了一个 地震发生器的加强发生器 那就是回去之后可以买下来 然后还可以直接升级了 那这一趟我要多占一点钱回去 然后就下一趟就可以强一点了 还可以升级了 可以升级这个挖掘速度 然后后面我可以考虑 哎 但是这边没有这种方形的矿物 所以这个我 我强化不了啊 那先往下走走看好了 哎 找到了一个实验室吗 出错出错出错好吧 全都是出错 哈哈 然后还找到一个圆形 就是我们前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些矿物 又有一个了 哎 哎这里有两个异常哦 哎但是这种 这种就感觉跟前面遇到的都不同了 这有两个异常 那我们要认真的挖一下 我感觉到这个血有点深啊 哎这无尽的 哈哈你无尽的一只垂直进去的无尽头的吗 这我感觉到敌人太大了 再挖一下再挖一下 垂直进去都没有尽头的 有了要拐一拐弯 好了好了先回去了 加速 哎果然 通啊 哎 先坐上去 ok 了吧 还有哦 好了不用担心了那种小敌人 就前面有玩偶跟就是建议啊 跟他说其实可以留一点那个小资的敌人 不用管他 嗯后面阿嘎想一想好像也有道理 但是那应该要配合一个无人机之类的 或者是后期用那个 电就是剩下一点点的敌人可以无视他 让我们争取多一点点挖掘的时间 然后这里有一个增加我们的挖掘距 距离的好像也可以拿一下 因为不拿他的话我可能后期就 准备来增强一下这个炸弹投载 投载器或者是这个炸弹了 嗯 好那我就方便自己 先把这个挖掘提升上去 然后今天我们就不升这个机枪了 机枪好像没什么作用 哎这里原来有个炸弹给了我 为什么会掉在那边呢 其实这个距离我觉得增加了 好像也没什么大作用 哎哎找到了找到了一个绿色的钥匙 然后现在是第四个了 这个房间有点奇怪哦 然后他说这里是有两个异常的东西 那我们还要再找一个 那还有一个有可能就是那种 圆形的那种 设计图了 那我们怎么找啊 没有方向哦 没有方向是只能乱挖的哦 好没有方向 而且我们现在挖的也挺慢的 这到底要走多深呢哈哈 这里应该应该没啦 应该没有再往下了吧 这里挖的好慢哦 感觉 然后挖挖回去就算了 这样子真不好找 三十几颗再提升这个吗 我们可以提升一下那个炸弹啊 让我们的炸弹也可以 让我们加一下那个速度好了 加一下他的伤害啊 因为他好像有一些石头会炸炸完 就是炸不太 不带能炸的掉 这会不会这这里直接往下挖 然后就会挖到前面我们的那个地方 好像也不是哈哈 敌人又来了啊 我觉得这边这个洞会耽误我们挺多时间的 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呢另外一个 哎 先起来好了 好 踩完就死光光了 这一个因为前面的钻石已经用光了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往这些方向发展吧 好像有一些也是没挖到这种紫色的 我之前在上方有见过这种矿物 但是这里好像没有没有遇到过 好我们给他个炸弹 溜在哪里呢 找个地方 这里 把这里炸 来随意吧 我后哎哎找到了找到了 就是这个哎没地方放 我想要直接往上挖回去 我觉得这里应该是通的 哎哎哎没路 不是吧 此路不通 此路哈哈 我不信 我要往这边这边再寻找一下 应该会有那个捷径的 会有进路的 我要超进路回去 靠 此路又不通 好了 回去的路好像被堵上了 哎这里还有点希望 最后的希望找到了 好 那好像好像也没进多少 根本就不是进路啊 好 一样的其实距离是一样 想说超进路没有没有超到 好这里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找到了 看他给我们解锁什么东西啊 修理战 修理战我第一次遇到 他可以帮忙就是每隔一分钟 一分钟那么久 可以给我恢复少量的耐久 好吧 那大概也是一些仓底货了 应该也是怎么继续会去用他 这里 然后记得先来看一看 啊里面没东西 没东西那我就不挖了 好撤退 我今天就要尽量看看能能能 能往往下面走多远 冲啊 哎呦有一个 哎呦有一个 敌人呢 在墙壁上呢就直接把他踩死 不管他小的还是大的就直接把他踩死 就ok了 我好想要一台无人机哦 这是游戏里面的无人机 挺方便的就是他自动帮你打敌人 哎这里有两个异常 非常好 那我们进去找一找 哎没了那放这里 又是一个好生的血我感觉到 那我现在需要红色的矿 就红色的矿 就前面红色的矿才可以帮我们去升级一些 挖掘挖掘就是多方向的去挖掘啊 现在就只有单方向 但是红色的那种矿好像只有在上面有遇到过 但我现在往下走了那么远 我总不能突然又往上折返了吧 那我们把希望寄忘在我们的炸弹里面 然后炸弹好像 复制速度也没没的没的办法提升 然后只有这一个了 那我们就提升 炸弹投射器 哎这距离距离升了也没用 好升一下炸弹 然后就再提升一下这个吧 好了 这边石头好硬哦真的 好了我们已经脱离了我们的可以让我们加速的一个范围了 然后现在挖掘起来就会比较慢了 但没关系我们今天啊只挖重点 哎是不是这里是不是这里好像有不像 然后现在好像可以提升的那个就是提升挖掘速度的 的科技我都已经加满了 我感觉再提升好像也没有没有办法做再再加加加速 把它先回去好了 边走边挖一下 但其实挖不完了这边的东西 哎我听到被打的声音了 没事我们的护甲很厚 哇靠 那么多啊护甲厚也差不多 炸他们这个炸弹真的蛮好用的 哎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我们要准备打那个boss了是吧 要小心一点 我们先来提升一下我们炸弹 还是稍微提升一下 加那个 这个好 ok 1秒 来吧不怕 先用我们的炸弹 现在我们的那个炸弹啊攻击力好高啊 一炮就可以先把他一颗 一颗眼睛打掉 而且我们移动速度速度快的时候呢 也不用担心会被 会被他那个出手打到 好了再来一个炮弹应该 ok 了吧 搞定 他刚刚前面有拿到过一些 自动帮你挖矿的一些塔 那个塔好用哦 所以他可以帮我 自动的去挖掘一些 蓝色的那个矿物 很好用 但是有没有机会拿到呢 就看你看缘分了 我们还是继续往深处挖吧 我觉得这样子往深处挖 最最起码也可以找到其中一个一堂 另外一个在哪里就就比较不好说了 这个洞真的超级深 这边站起来很快 哎是这种地形了 找对了找对了 那剩下的一颗不知道往哪里找 喂是一个奇怪的地洞 哇后面那一种是是什么东西啊 血管吗还是树吗 好找到一个榴弹发射器 能够朝指定的弹道发射 急速榴弹 这是什么东西啊 跟我现在那个那个炸弹不同吗 先拿下吧 一会去看看长什么样子的 那这边已经有了那个 就是找到这个地洞 那应该 应该我要找那个设计图 应该不在这边了吧 那我们就到处去挖一挖 好像不在这里 没东西了不在这里 上面也没有 又来了 敌人又来了 好了回去了 回去顺便一会带个炸弹过来炸一下 看看我的什么急速榴弹是长什么样的 哎这什么东西啊 看他轰他 好像没什么feel哦 奇怪了怎么按不了 怎么吸不了啊 哎好吸到了 奇怪了 刚好像突出了点什么问题一样 就是突然吸不了东西 那我随意放在这里炸一下好了 所以在这边好像挖东西会比较快 可惜没有找到那个探测器啊 有一个探测器就是找附近哪里有矿物的 有那个的话挖起来就快多了 也比较好比较容易找到那个 图纸 设计图 这里没有东西 奇怪了到处都没找到 是我挖的不够仔细吗 好 嗯 我 然后 要 帅 我想 我 哦這個榴彈是連射三發 然後會造成一個小小的爆炸 那還是繼續用炸彈吧 好像炸彈比較好用 然後旋轉的速度 然後綠色好像被我用光了 有點危險啊 這邊好像好多的 技能速度升級不了 哎然後這邊可以靠這個來來回血 好繼續拿炸彈去炸東西 就炸這里吧 哎上面還有一個 好像下面還有東西哦 那我往上面探索一下 看會不會這里藏著 我們的圖紙 好了沒有哈哈 習慣了哪邊都不像有貨 聽聞 該不會就在前面的 那個那條路就是 通往那個地洞的那條路這裡吧 這裡找一找 最後是這裡了 如果這邊沒有的話那我就放棄了 別人又來了 這裡沒有 如果是有的話那大概率就這一塊吧 又回來把這兩塊挖完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放棄了 哎什麼東西炸了 靠有錯路了 我的護盾我的護盾沒了 完了完了完了 趕時間趕時間 哇這聲音 哈哈哈哈 炒 哎好了哈哈 還行還行 就扣了我一半的血 先回一下血好了 難道其實阿嘎的技術出現的問題 剛剛我已經挖過了 如果阿嘎挖過了就提醒阿嘎一下吧 哈哈 沒有我這邊還是 那這邊好像 地方有點深 哇這邊沒有鏡頭的嗎 哇這邊沒有鏡頭的嗎 哇我好想再拿一顆炸彈過來 我好想再拿一顆炸彈過來 真的有一種挖礦的感覺就是 到底那顆東西在哪裡呢 平常也沒沒沒感覺那麼 那麼難找 是因為這邊是地底的關係嗎 就往下走是比往上走難度高的嗎 好了 先回去先回去 不然我又要被被敵人打 又要扣我的血了 所以如果在那個蜘蛛附近阿 會出現一個 就是那個 鏈接 那現在就是離那個鏈接 就是還剛剛才遇到 就是還代表還有一段距離阿 哇再扣了再扣我的血了 別別別別別 回血回血好驚險阿 回馬 打起來阿 哇這邊好難挖 那就是你不能太走太深了 走太深回來慢了 然後也會也是會出事 好 先回回滿 然後繼續把一些能提升的升滿好了 然後這邊也沒有 沒得升了 沒得提升了 我 修理戰 榴彈榴彈 榴彈我今天不玩榴彈我玩炸彈 那我加這個 哎這個可以再提升一下一點點 那我提升這個移動速度 我前面 上一趟回來的時候我還想說 哎把那一塊挖完 然後我就準備測了 沒想到那一塊那麼大一塊 這礦洞也太大了吧 好像剛剛是在這裡啊 他該把自己挖迷路 這邊嗎 啊這邊 這邊還有一堆 那有這裡吧 哇哦下方還有哦 沒有拿大的話我感覺自己會錯過一個圖紙 哎好像找到一個捷徑 好一會就在這裡測吧 那這裡沒東西 好是要再找一找 這裡看看有沒有 嗯哎沒東西哈哈 剛剛還有點期望 如果裡面有個隧道通進去的話呢 可能還有點東西啊 好了走了不挖了 東西也不好收集 那又算了 就這樣丟在這裡吧 因為再走幾趟的話 我感覺好好浪費時間 這裡走進了 會迷路啊 然後害我消耗了一些時間啊 然後我今天的目標是盡量往下探探索一下 來了來了 啊來了這種大隻的東西啊 哎沒有做回去了 他往下走好了不把他們呢 這邊就一個 啊靠難怪就只有一個 然後找到了一個墓碑啊 此地安眠著挖掘者 偵察官 如果我們能活著回來 一定會把你的屍體帶回家的哥哥 他的哥哥掛了在這裡 哎又有雲層了嗎 先看看裡面有多少東西 一個 哇 喂哇 一下子爆炸 怎麼那麼痛啊 那我先回一下血吧 這裡這種礦物啊 不值錢哈哈多的是 我這一趟主要就是來找那個土質的 當有土質了 然後升級夠了 那你肯定那個boss打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這裡說是個小洞穴應該不難找的 然後我看到我已經佔了4萬多了這一趟 我自己感覺往下走好像難度比往上走要高一點 可能是因為很多東西我都升級不了 可能先往上再往下會比較 到比較好找到就是比較好升級 就那個科技術比較容易點上去 那也不對啊 我不可能是往下可以 可以越過這一個牆的吧 就是往牆上面 然後挖個洞過去這樣 我覺得如果要要翻過這一 這個牆呢 哎找到了找到土質了 要翻過去 肯定是從上面翻過去了吧 然後找到這個地震發生器再升級 差不多了走了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比較好升級的 加一下這個移動速度好了 這用綠色的 綠色的我就我就剩這麼多了 好最後一個用光 就沒了 炸彈 完了我全部都升級不了哦 這些不需要升級的 那我要不我就先把錢留著 把錢存起來 好走了 理財達人阿嘎又出現了 好雲層來了雲層來了 我們要準備打敵人了 踩死他踩死他 咦又找到了一個洞 咦下面還有 再踩 實在封面 出現了 在柱子上 下一個洞 也就是 破了 第四洞 該死他 我們要做了 純粹 我們要做了 我們要看 敲人 敲人 我們要看 在這裏 好搞定 看看這一個大小是中 然後異常有一個好非常好 不要讓我找兩個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一個都不是比較好找的 那如果出現多一個就很難搞了 他到這裡挖那麼久的嗎 然後又出現一種新的礦物 這種礦物好像是用來升級 很後面的東西的吧 呃這個 那但很遙遠哦 還有的就是用不到的哈哈 這一個可以提升我們的炸彈 還有還有嗎 好像沒了算了先不用他 我這裡就看到有用的東西就挖一下就好 不然這裡實在是挖太久了 硬度好高這裡 這裡有點火山的感覺啊 會不會在這裡找到 會不會再找到第五個綠色的鑰匙呢 雖然是中型的礦 但是我感覺這裡也是要挖好久 我覺得網友們可以在這裡加速度看 加成兩倍速 或者是 五倍速 哎我前面還期望這裡就是那個 就是一條通道 然後通往那個 那個大房間這樣子 不行不行準備往回走了 然後去看有沒有炸彈 我再拿一個過來 看炸彈大大概要多久才生成一個呢 有了 剛剛好 哎靠剛剛好準備第二個boss來了 先起來好了 來了來了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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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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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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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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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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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用那個飛彈炸他 他這一個boss好像那個硬度高很多 就是第二個boss 那我打過去應該不成問題 反正現在我的那個蜘蛛非常好躲 因為我移動速度快 還沒打掉 還好來得及躲 哇靠 血量不多了 那我要回血回血在這裡 變回一點 哎 看不到 ok 看哪一個 反正這裡有的是 不用省了那些礦物 反正留著也留不到後面 好了我打掉他其中一個眼睛了 那我現在就主要就用這個 就飛飛彈去打就好了 危險這一次不會失敗 我死撐著我要撐我也要撐到最後 哎靠按錯了 哎 哎不能死 啊一不小心還是掛了 但是我找我感覺我找到一點點的那個 竅門啊 我感覺呢可能下一次啊一開始要先 先往上找一點點找到那個 那個方塊型的礦物 然後再往下探索 會比較簡單一點就是 前面我都卡在那個技能 技能素科技術上面嗎 那沒關係 我下一次應該就可以找到 五顆那個綠色的鑰匙 應該我目標是下一次通關 然後這裡他說 不要過來我能從你的眼睛裡面 看出來 沒錯我已經找到四把神秘的鑰匙了 我們要談一談 你把你的靈魂出賣給無形守護者呢 我保證不會告訴別人 哈哈哈 好吧都是講一些廢話 然後我們前面啊 拿到了一個這個地震發生器啊 然後現在呢會以這個這個蜘蛛為中心啊 製造一個震彈波 繼續升級再繼續升級 然後現在有一個三級的地震發生器了 然後另外呢這邊 我也把他的等級啊提升到滿了 我感覺哎怎麼還有一個 我感覺好像提升到差不多了吧 我估計下一次 我可能中間還會再 想辦法先把這裡解鎖啊 然後下一次呢 我就先往上再往下 然後再往上 哈哈哈這樣子走來走去啊 然後去 去應該下一次可以通關了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好了 如果喜歡的朋友啊 可以點贊留言啊 跟大家講講你們的意見啊 或者是怎麼打起來 才會比較容易打啊 是不是跟大家想像中的一樣 是先往上再往下這樣子 比較好比較好 好找到就是比較好通關呢 那今天先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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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